遇到的是博士,圆钉打博士其实真还不错 虽然说圆钉拆不了椅子 但圆钉这个盾打博士 那效果可比勘探员的子体也要好太多了 拥兵心理玩具上真不错这阵容 我又要说了 我是看好这套阵容 我觉得这套阵容打博士还是不错的 并不代表说我看好这把求生者能赢 每次我刚好一说 这阵容不错 然后就啊 然后求者输了 我先说我看好的是阵容 对不对 万一求者这边 你看上来佣兵 两刀直接被杆 但佣兵被抬了呢 其实也还好 其实也还好 有心理 待会儿佣兵起来以后 博士针对 我起疑情 对吧 可以打的 不着急 这把的话 我们主角是圆兵 这个圆兵还真是蛮厉害的 因为圆兵他的盾 是可以不断的来操作出来的嘛 跳砍 飞轮躲掉 nice 这反应 我都没反应过来说是 追刀 好 第一刀打上 圆兵这边想转点 博士的话 手里面还有三个冲刺 压住是肯定压住了 只是看圆兵后续这边利用板子 没办法 看得我头皮发麻 这把的话博士似乎我们先看啊 这个局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博士他这么针对佣兵打 这么针对佣兵打这边玩具上 诶 玩具上怎么飞的呀 直接甩一钦 这玩具上怎么飞的呀 这玩具上刚才怎么飞到楼梯口的呀 针对佣兵打 好的 针对佣兵打的话呢 这局我就可以下判断了 就是什么呢 这个局至少求生者不可能赢 因为当时其实博士的节奏是很香的 他在抓第三个人的时候 其实密码级总量加起来 还没有到两台半的 所以说这局如果说他打一个奔放流呢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这个奔放流 他不稳 就当时你选择追玩具上 不管这个佣兵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但如果说他选择针对这个佣兵打 那这局求生者基本上 99.99%吧 赢不了 至少出不了四人开门战 后续的话就是针对住这个佣兵 然后来看一下 有没有三连机可以守啊 目前来看的话 机子确实是有个三连的 这边确实是有个三连的 大家可以看啊 这边的话是那个 船尾一台 然后中间两台 能形成一个三连 这三连对于穷者来讲 有点破不了了 因为佣兵倒的位置 在这个三连范围附近 然后这三台机子都在同一个平面 博士是相当好手 相当好手 这把应该是多抓局了 这三连应该是破不了 这边直接移情 直接移情 人过来 看到了补重机 先打断你的移情 然后再补伤害 nice 外面的机子 海边的机子什么的 都不影响 现在就是原玩具商这一台 这台机子守住就可以了 这台机子守住 可以看 博士这边的话 根本不去管你 怎么心理学家的 不需要管 他只需要管这三台机子 谁碰这三台机子 我手里面有传送的 谁碰这三台机子 他加上冲刺和传送的话 是完全能够守住这三台机子的 可以说是守得死死 求生者这边 手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 他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三连 下结论 第二波 下一个结论 这一把博士多抓局 多抓局 无法打 直接传回去了 这波的话应该直接传 我觉得传回去会不会更好一点 补重机也行 要赶紧传啊 这个机子抢的稍微有点多了 不过也完成了一个击倒 心理学待会要教自己的 一定传 镜头给上了 专业解说就是这么的有提前量啊 要我的话呢 可能刚才这个心理就不击倒了 因为他进了那个点以后 我觉得有点难打 不过博士这边利用重机 因为他用不是这个重机 没有重机 他冲刺的话是冲不到的 好的 瞬间两刀抬走 这把也没什么办法 原丁外面外面的机子修 随便你修 其实原丁这个时候 我觉得啊 这把如果说我们上帝视角来复盘的话 原丁可能刚才跟玩具商一起趁着那个博士抓心理的时候 合力去把那个船尾的那台机子给修了 反而有机会一点 你修外面的那两台机子 就当时差三台机子嘛 抛开这三连的机子之外的 还有还有两台机子 你随便修 我直接送你都可以 好吧 我就当这机子自己会修 我送你都可以 就这台机子才是关键啊 就这台机子才是关键 不是这里的话 敢不敢得过来 敢过来 稳赢版 敢不过来呢 好像 能量吗 啊 量了 还是被强量了 这台机子被强量了 9秒钟以后有传送 玩具商这边被淘汰 原丁是个交字起 怎么传 原丁起盾 还是劣势太大了 还是劣势太大了 差一点点啊 这个机子修完 其实有点慌啊 我啊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给大家讲到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当然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机子嘛 所以更多的会偏向于 知道这个机子的量剩的不多了 会偏向于手一点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 你放在外面 他做不了任何事情 翻不了箱子 他移情还得倒地 他做不了任何事情 中场的机子 你修好了 中场的机子 你修不了多少 你又没有位移 我过来稍微一个层次就带走了 所以这个心理学家 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去先管他的 更多的还是要把玩具商处理掉 把这边的机子压住